嘿,大家好,我是宣佑,我是阿神KuHee,歡迎來到WeWeWallStudio 嘿咚,今天要來教大家怎麼用... 嗯,怎麼架設伺服器,對,看標題就知道了 我們先來教大家怎麼架設伺服器 嘿咚,架設伺服器的方法有好幾種 最簡單的應該算是麥大叔吧,對,麥大叔那個就是好棒喔 耶,讚 不過我們今天要來教大家最基本的,是的,最基本的就是官方伺服器,對吧 所以我來教大家怎麼架設官方伺服器囉 如果你會架設官方伺服器的話 嗯,其他伺服器應該隨便學隨便會吧 對,首先我們先點,就是先要到Minecraft的網站 所以我們先打開我們的瀏覽器 嗯,先說明一下,在下那個,網路非常的爛 然後,所以等一下開伺服器,再開錄影城市,再開Minecraft 會整個炸了一個幾天 嗯,CRAFT,首先我們先到官網 然後,這邊第一個就是官方網站囉 然後,看到官方網站之後 然後,下面有一個download,有沒有看到我油表值的地方 好,其實這已經是我第二次錄了 因為我第一次錄的時候沒有錄到油表 就是有點覺得 OK,好,下面這邊有看到Minecraft底線server有沒有 嗯,621KB,按下去 然後,就會問你是否要下載 噸,一些都下載好了 然後,我們就把伺服器關掉 不行,伺服器就進那個網頁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到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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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下載的地方 你們看到我們下載的東西在這邊 就是,就是在你的路徑 對 然後,Minecraft底線server 在我們點開它之前,呃 我建議啦,先那個 創一個資料架 創什麼好呢 創 我把眼睛CRAFT 然後,Minecraft底線 對,隨便創 CRAFT 對 然後,之後 把這個東西拉進去 因為,點開它的時候 它會跑出八個資料架 九個 八個 對,我猜清楚 所以,看到這邊下面開始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跑 首先,我們就是要等它跑完 然後,看到這個 二、五、四、五、六、八、九 對,等一下把這個關掉 就創下八個 嗯,所以,首先我們要等這邊 把這邊跑完 話說,我上次在八 上面看到有人說 它跑到九十七八怎麼就停了 就是,怎麼用都不會跑到一百八 嗯,老實說,等一下大家看一下 嗯,八十一,八十一,八十五 九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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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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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嗯,八上面的人就說 奇怪,我怎麼跑到九十七八就停了 嗯,為什麼沒有一百八呢 然後,它就一直重新關掉 重新用,重新用 老實說,這邊有個DOWN,有沒有看到 這個DOWN就代表是一百八的意思 然後,下面這個一直跟我講說 我的那個超窄 因為,我的那個網路實在是那個爛到幾點 嗯,跑到DOWN的時候對不對 你就可以按XX把它關掉 然後 然後,老實說這個東西有點難關嘛 就是,你關的時候它也受不了 OK,它立了 這邊就變成八個檔案 是的,你選取了八個選項 然後,首先我來介紹一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BAND BAND就是說 嗯,就是 就是,假如那個裡面有一個小白 你不喜歡它 然後,你就可以鎖它IP 對 然後,這邊有一個 嗯,假如那也是小白 然後,你不想鎖它IP 你鎖它ID 但是,它可以創造好 如果它是盜版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OPS OPS OPS就是說 OPS叫什麼東西啊 OPS 管理員,對 管理員 欸,叫管理員 沒錯 OPS就是管理員 嗯,管理員就可以打一些指令啊 還有一些幾個怪的東西 對 再來,這邊有一個Server Log 嗯,你猜清楚它是什麼東西 所以不要去亂動搭 再來,下面這邊有一個WireList WireList WireList WireList就是白名單 白名單就是說 只有你打上ID的人 他才能進入你的伺服器 嗯,打上ID 我來示範一下好了 假如 先打上我的ID 對,下一個人的ID 不是空白字 你不是接著打 是要按 Enter 對,回車鍵 然後,之後 下一個人 下一個人 對 然後,之後確定的時候 之後就存檔 檔案 檔案 儲存檔案 檔案 這樣就OK喔 再來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非常重要 所有的設定值啊 都是從這裡出來的 嗯 一般的話 你們點兩下 是打不開的 必須要用右鍵 開啟檔案 記事本才能打開喔 記事本 想要怎麼 乖乖的 接下來這邊有一個 第一個東西 這個是 允許是否有地獄 True就是要 False就是不要 嗯 所以 允許是否有地獄 就開啟檔案 如果你想要讓你 伺服器沒有地獄的話 你就打True 然後不想要的話 就打False 就把它改掉就可以了 接下來這個東西 是 你的世界的名稱 就是 這邊有沒有看到一個Rode 對 就是 Yep 就是你改的時候 把這個東西刪掉 然後之後再 讓伺服端跑一次 之後它就跑出你一些的名字 雖然這非常沒有任何意義 對 再來就是 下面這個東西不重要 然後是否允許飛行 否 接下來這個東西是設定值 嗯 可以動可以不要動 建議是不動啊 因為 動不動其實 沒有差 再來下面這個東西是 看不懂沒關係 這個東西看不懂也沒關係 再來這個東西是 種子馬 然後假如你看到某個地圖 種子馬超級帥 然後你之後就把它擋上去 那 對 擋上去之後 你就把這個 你之前 創好的世界刪掉 然後之後再打開西伺服端 然後創建這個 種子馬的世界 OK 假如你沒有要用的話 就把它留白 再來下面這個地方 就是打你的IP 呃 這個建議是不要打 嗯 建議 所以不要打他 再來這邊是 是否重生冷批心呢 呃 是 對 就看你自己想要 想不想要 再來是否開啟白兵單 對 你白兵單這邊打了之後 這邊要開啟才有用 如果你是 false的話 一樣是沒有用的 再來是否允許有動物 然後是否可以 欸 喔 Online Mode 很多人都卡在這邊 因為 嗯 台灣的用戶有大部分的人 都是盜版嘛 這個不用我說 我也知道 呃 所以很多人就是卡在這邊 如果 Online Mode這邊是True的話 對不對 只有正版的人才能進去喔 所以 嗯 如果是盜版用戶的話 想要跟盜版用戶一起玩的話 這邊就要開始focus 然後 然後 再下來這邊是PVP 是否允許 要有PVP 是什麼PVP就是可以打人 欸 就是你看那個玩家不爽 就把他砍死 不是啊 對 這是否允許有PVP 然後接下來在下面這個東西是難度 難度有分0到4的樣子 0就是和平模式 不會有怪物 然後也不會餓死 然後 1就是簡單 299普通 3就是困難 這邊可以自己改 然後改一下 3 接下來在下面這邊是Game Mode Game Mode就是遊戲模式 遊戲模式0 就是生存模式 如果你調1的話 那就好笑了 大家能不能飛到飛去嗎 嗯 接下來這邊是 嗯 就是你的伺服器允許 最多人多少上線 嗯 調1 不對1就是單人遊戲 你可以調2 2到 你自己爽 對 所以我調20 OK好 接下來是否允許怪物 是 是否 這個 這兩個東西不太重要 欸 這個東西不太重要 因為我看不懂 下面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 視野 對 視野可以其實 可以不用去調大 我不知道調大會變怎樣 會不會比較奇蹟一點 嗯 不清楚 有點梗燥 接下來這是什麼東西 總言之 咳 這邊弄好了之後 這邊按檔案 然後按儲存檔案 這邊按 咳 抱歉 然後 按完之後 對不對 再開一次私服端 私服端 對 然後跑一次 記得改那些參數的時候 這個東西要關掉 不然你的 不然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哼 這邊跑 跑 等它跑完 第二次 或第三次 或第四次它會跑比較快 對 不會像我這樣這麼慢 尤其是 我開了錄影軟體之後 OK 跑出這個洞之後就可以把它縮下了 不要去管它了 呃 這樣就可以上了嗎 呃其實 那這樣別人就可以進來了嗎 其實 嗯 不能這樣說 因為如果你的防火牆沒有關起來的話 你的防火牆會把其他人擋在外面喔 所以記得去按 控制台 這邊有系統設定 這邊有一個防火牆 對 差不多就是這樣了吧 麥克電腦 麥克 麥克 對 就是差不多也就是這樣開 絕對不是這樣開 蘋果電腦是那個 就是有另外一種方法 對 反正就是把防火牆關掉了 然後之後開啟或關閉 然後這邊記得要把它關起來囉 巴哈上次 上次我在巴哈上面有看到 就是有教你怎麼是開啟防火牆 可是可以允許那個動物 可是 有點懶了 所以我懶得學了 我就直接把它關起來了 然後我按確定 這邊就被關起來囉 然後我按XX 然後之後就可以進到你的伺服器裡 先來確定一下 你自己可不可以進到自己的伺服器 再來講美人吧 所以先開啟Minecraft 好 加油小黑 可以做得到 然後之後按多人遊戲 然後指尖連線 如果你是開服的人對不對 你可以打 127.0.0.1 只有開服的人可以打這樣 這樣是測試自己的伺服器 趕快進去 對 我們進去了 登登 漂亮 對 喔 海灘耶 風光明媚 好Lag喔 有沒有看到 Lag到炸 先來說一下 我剛剛是OP嗎 我不知道耶 我剛剛好像不是OP 對 你就可以 看喔 這是重生點附近 只要你挖開的話 它會彈回去 就是 你沒辦法取任何資源 那要怎樣才能那個 就是 才能破壞附近的地形 除非你是OP 呃 常常有人 犯的錯就在這邊 他直接按T 然後打指令 斜線 OP 然後打自己在D 按確定 什麼事都沒發生 然後他以為自己是OP了 然後自己在挖 然後他就說 DOS DE NANIGA 對 還是挖不開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剛開始 大家都不是OP的情況下 你必須 打開到這裡 不然就是剛剛我們看到的 這邊有個OPLIST OP TXT 就在裡面打完之後 不過你在外面改的東西 改東西的時候 你似乎要關掉 所以通常我們都是直接在這邊 直接在這邊改 這邊有個地方可以輸入 然後在這邊輸入的時候 第二種會犯的毛病 就是一樣 斜線 OP 然後KO UKI 這是錯的喔 它會說錯誤指令 所以你不能打極限 直接打OP 然後 按Enter 它就說 OPENING COOKIE 你就可以回到遊戲裡看 你就會看到你已經被 變成OP了 對 你就可以 破壞地形 對 耶 嗯 差不多就是這樣 然後 之後OP還可以打一些指令 拉拉拉拉拉拉 什麼之類的 欸 TP OP 或者什麼 這樣啊 可是現在沒有人給我TP 而且我 已經在打錯了 對 反正這樣就是OP了 然後快點快點遊戲 對 感覺 記憶體快要爆 對 然後之後 之後 差不多就是這樣 再來就是 自己確定你的伺服 伺服器沒有問題的時候 就來確定一下 別人的伺服器可不可以連 別人的伺服器可不可以連 別人可不可以連進你的伺服器 對 這樣才對 你的伺服 你的伺服 都應該打開 然後 別人連進來的時候 有兩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 是去 那個 網站上面找你的IP 可是我有習慣是直接按那個 命題資源 這個東西在 在 在附屬用程上面可以找到的 到了這邊就看到可愛的小一窗囉 你就打 IP IP config ip config config 然後按下 enter 就拉上去 就會看到你的這邊有一個 IP 4 的位置 是 5.229.250.99 反正 輸入這個東西 別人就可以進來囉 嗯 為什麼是 為什麼想 啊 等一下跟大家講 如果 別人輸入了這一串 還是不能進來的話 你就必須要去下載一個東西 叫做 How much 等一下我來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東西 嗯 這個東西 別人打上去的時候 如果還是不能進來的話 記得在後面加上 想罵號25565 我們來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我先說一下 我先說一下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後擠到這個房間的時候 然後假如你是伺服組 你就按下左鍵 按下複製IP4的位置 按下之後把你剛剛複製的東西丟給他們 對丟給你的朋友們 因為剛剛複製起來的東西是一個IP 像Ctrl V一下 這就是我剛剛看到的那個 就把這個東西給你的朋友 然後之後你的朋友按Enter就可以進來囉 恩...啊忘了講一個設定 就是你剛剛第一次創的時候 我這邊有細檔 偏好設定 這邊有安全性 然後在這邊加密 是加密嗎 我記得我會把它停用 好吧 看樣子沒有停用也沒關係 我記得我以前會把它停用掉 看樣子我沒有停用它 所以還是可以用 所以就按這個 就差不多是這樣 還有什麼好說的嗎 恩...複製IP4 對...貼給它之後 這個就可以縮小擺到一旁 不過這個東西是應該 算是最後手段 因為聽說這個東西會 會造成網路一點延遲 對...你玩的時候會有 那麼一點點的不順 嗯哼...差不多就是這樣 然後... 祝大家...對... 就是可以順利的開伺服器 然後如果有一些什麼更進階的問題 像是什麼... 我進去了啊 什麼跑出什麼字啊 然後什麼掉下去啊 還是沒辦法連啊 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說在下也不太懂 那種專業的問題 請不要在我身邊的留言串回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你 因為...我只會普通的重建方法 照這種方法來說的話 應該是...恩...應該是一半的人都可以進去... 進去玩吧 對...另外一半不知道是什麼因素 那個...請各位... 令求...令求高人 在下實在是沒有辦法 然後...差不多就是這樣了 然後...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左下角有個喜歡 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然後...左上角上面有一個... 訂閱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隨時訂閱我 可以看到我最新的影片的進展 之類的 好啦...差不多就是這樣了 那我們下次見囉...掰掰